特朗普在共和党爱奥瓦州初选中大获全胜 极大提升了他在共和党内的声威 也让美国2024年总统大选以相当轰动的方式开了头 今年11月美国会重现四年前拜登与特朗普的对决吗 特朗普有可能重回白宫吗 一旦他做到了对世界意味着什么 对中国有意味着什么 爱奥瓦州15日的共和党初选 是美国今年大选的首场党内初选 极具象征意义 特朗普一人赢得了5.5万张选票 得票率超50% 比得票第二第三的德桑蒂斯和黑利加起来都多 充分展示了他对共和党保持着强大的控制力 这会对接下来的其他州的投票产生影响 使他最终击败党内对手获得提名的几率大增 目前特朗普在四个刑事案件中被控91项罪名 但这没有对他的支持者产生任何影响 反而更像是在抬高他的人气 让很多人相信他在受到拜登政府的政治迫害 美国最高法院有可能在3月5日前 就特朗普关于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取消其党内初选资格的上诉 做出裁决 虽然美国最高法院声称是完全独立的 但是舆论的态度很可能会对裁决产生影响 而且最高法院的9名大法官中保守派占了6名 非常有利于推翻科罗拉多州的裁决 一旦由最高法院将一个最受欢迎的共和党参选人排斥到选举的门外 而不是让选举本身淘汰他 那将是美国惊天动地的事情 民主党内目前看不到拜登的竞争对手 如果特朗普过关斩将冲进了11月 拜登和他再做一次较量就难以避免了 那将又刺激又滑稽 两个老头已经对抗了一次 在他们分别老了4岁之后 以81岁对77岁的高龄再选一次 大概很多美国人届时都会有些糊涂 今夕是何年 2024年的美国与2020年的美国区别大 还是呢这两个老头的变化大 选民们呢应该坚持自己四年前的选择 还是应该让两个老头调换一下位置 给新变化一个机会呢 世界的心态呢也将很复杂 整个欧洲和美国的亚太盟友 大概呢都不喜欢特朗普 更愿意美国维持现状 很多人呢都知道拜登没本事 而且呢有些老糊涂了 但是他们觉得只要拜登能够挡住特朗普 他就算发挥了历史作用 俄罗斯呢大概是最希望特朗普回来的国家之一 因为拜登政府是泽连斯基的坚定支持者 共和党一直在阻挠对乌克兰的无底线援助 特朗普呢又对普京有一些个人好感 所以呢拜登继续掌权 美国对俄制裁不太可能松动 一旦换个政府紧绷局势晃荡一下的希望总是有的 中东的以色列应该呢也希望特朗普回来 拜登政府虽然支持以色列对加沙的战争 但也明里暗里对以色列施加了一些要他适可而止的压力 特朗普对犹太人的支持更加绝对 就是在他的任期里 美国把驻以色列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到了耶路撒冷 引起巴勒斯坦人的极大愤怒 对咱们中国人来说啊 我相信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对特朗普政府时期 对华干的坏事啊 和拜登时期干的坏事 有着同样的憎恶 特朗普的特点是呢 下手很重 而且呢 抽风式的响起一出是一出 拜登政府的做法呢 则是口中一套 行动另一套 其对华政策非常阴狠 而且呢 拉盟友一同下手 老胡觉得啊 美国大选 我们只能当热闹看 不能有谁赢谁输 可能导致美国对华政策发生重大积极调整的任何幻想 美国已经将中国列为头号战略竞争对手 这一对华战略是超党派的 政党轮替对它毫无影响 另一方面 美国对华政策之恶 在逻辑上 它又是有边界的 那就是美国自己的经济利益不能受到太大损害 而且美国不能冒与中国开战的风险 第一个边界决定了美国经济不能与中国彻底脱钩 第二个边界决定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不能过度冒进 公然踩中国的红线 因此呢 在对华施压的同时 他们也有同中国缓和关系的需求 老胡认为咱们中国人应当淡化对美国大选的关心 切实呢 把它当一个乐子来看 同时 我们要不断提醒自己 做好自己的事情 推动中国经济强劲增长 不断提升中国军力 包括核力量的规模和质量 而且呢 要在世界上多交朋友 这应当是中国面对美方各种变化的不便应对之道